今周我特别提早把 今周四个视频预先给你们 因为我们进入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新时代 如我其中一个视频所说 而因为市场上 我们对它的思维有非常大的变化 如果我不事先给你们一些启发 我恐怕你们会有少少跟在新时代 开始之前的那种做法 有不应该有的损失 下一个星期已经是圣诞 所以在时机最重要下 我们做所有交易不断长中短 时机占最重要的地位 希望可以让你们在心里 即使不做事都先有个概念 可以随时把握时机去搏击 这是建立这个搏击会的最重要目标 第二是小弟星期五 有件等了三十年的事要一定做 三十年这么长 杨过也等了三十六年 十八又十八 三十年绝不为过 我亦会在一个地方 不是全无人职 但没有电视、报纸、所有的 当然最重要是狗仔队不要跟着我 当我充电 所以先给你们足够 我唯一一个小小忠告就是这段时间 并非在一个星期前的圣诞节 并非正常的交易时段 理由我都说了很多次 不想浪费时间 我自己也绝对不是找够 我认为还要找够很久 但我常常跟你们说 我不会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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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我留给这群年轻人 让他们对上头有交代 明年可以每个都升职 拿花红 我也做过这段时间 今天是说大长股 又玩东西了 大长金给你玩足成 年纪两年又来过大长股 不负所托 其他不要说了 据我所知 很多跟了我 由始至终到现在的会员 他们的平均价非常低 低到没有朋友 还未计算那些 变战变走的利润 可以继续持续 我亦有个示范出了 可能不是今天 不是今个礼拜 但是非常接近又会再爆升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 我刚刚出了关于金点看的视频 其实只是说到一个 外面没有人说 只有我说 我先先让你们知道 这个重大因素 是会支持我看的 仍然会升 诚言 两件大事的避险 似乎现在有少少 消失了 暂时消失了 但但黄金不只在打仗可避险 仍然有很多因素 在过去两年内论调黄金会继续升 大长股仍在一年多前已进入 只得一只Adobe 每人都知道 是我心中最爱的答案 肯定是绝对 Adobe ADBE股价212 非常异己 所以我经常记住 已经拥有到现在 一直将它命名为长线核心股盘之一 Long Term Core Share Portfolio 是跟大长股价一齐 股价是commodity Adobe股盘中必有 你又在一年前说得非常清楚 今天不再浪费时间 今天给你们看一张图 最后是未曾到上星期 是到两个星期前未曾公布 最后刚刚公布这一季为止 上星期五收市是318 其实是317.98 差两个星期是318 而那天星期五 全日最高是321.73 然后收回来是317.98 212进入时是2018年 差不多中间 可以说利润是50% 利润是超每股100美元 还未计股息每季盈利EPS 我给你们看这张图 因为这张图很特别 虽然未能到最后星期的217.98 这张图最高是3051 是317.98 这张图最高是3051 未曾公布之前 这张图最后星期的一季 看不见图上有很多绿色的箭嘴 有十几支 由2016年第二季 未曾入踏之前 至未曾公布的上星期一 一季为止 总共十五季 十五支箭 十四支绿色一支红 万六重中一点红 每一支绿色是代表每一季公布出来 都好得不得了 比事前所有分析专家 而到近乎是不说多少流 预测得惊喜 竟然十五季有十四支 只有一季只是红色 红色与预测相反 亦不是输钱,而是比市场预测为低 比市场预测,终于休息一会再继续测 今季2月前公报下季股价不均塌 但我已经叫汇友在300元之上先食户 长线是怎样? 如果看到前面有危险 当然是先走了 所有汇友都在300元之上平仓 接下来260至270之间 在260至275之间全部进入 接下来40元 即是平均价连接下来40元 已在200元之下 大约870至175之间 到现在利润是80% 我的心中最爱绝对不多 commodity只有黄金 你也见我很少说银 因为一定要做人要专注 所以你投资也一样 股票暂时是最详情的 只有这一只 你先相信我 因为下次季度公布 明年3月12日还有一段时间 现在2020年都未到 还有大把时间 慢慢我翻完后 自然会和你们再详细加以分析 总结 所以我仍然觉得会塌大 股票和人格有些少相似 但和会市是完全不同 是需要长情知情的 只有会市才周不时可以一夜情 我又这么多市都玩 那你叫我想做人怎么做 我真的不懂 人生在世 要懂得分清楚如何去处理 你是交易中 commodity 股市 还是会市 还是会市 OK 不理会这么多了 想得这么多吗 连交易也不用做了 人生如期 但一定要做出好戏 要拿金像奖 Life has a mission 是 是 现在 点标准 店 点标准 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